玉里代理镇长江东城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听到很多民众反应 菜市场周边很多垃圾影响市容 而18号上午江东城率领清洁队员到菜市场光明街的停车场 没想到开始打扫就发现水沟里头暗藏许多宝特瓶 烟地 槟榔袋等垃圾影响到排水系统 江东城也呼吁民众要保有公德心共同来维护玉里阵容 玉里代理镇长江东城一上任不到一个月 就听到许多民众反应菜市场周边很多垃圾影响市容 28号早上江东城率领清洁队员来到菜市场光明街的停车场 没想到开始打扫就发现水沟内暗藏许多宝特瓶 烟地 槟榔袋等垃圾影响到排水系统 你看我把他用出来你们的扫 这个泥土也都塞住了 他不说怎么会排水呢 对不对 我想今天我拜托我们所有的那个 我们清洁队的环品所的同仁来 先把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 还有相关的垃圾来做一个清除的一个动作 江东城表示 这次透过公所的清洁队员大规模的清扫 让玉里阵民知道玉里阵是有文化干净的地方 环境是大家一起来维护 让所有的乡亲能够知道说 保护环境是所有的乡亲还有包括当然除了公部门以外 还有所有的乡亲大家共同来维护 共同来做 让我们的这个玉里阵是一个有文化 有清洁的一个地方 除了清理垃圾之外 清洁队员也将树枝清理 让整个停车场更加整洁 最后江东城也呼吁民众保有公德心 共同来维护玉里阵容 记者高松霜玉里阵采访报道